對於剛剛行政長官答問大會被迫腰斬 對於有議員在會議室不斷叫囂 阻止保安執行主席的裁決 我們表示遺憾 對於行政長官是無法繼續讓我們議員 不能在議會裏代表市民提問 我們表示非常無奈 今日我知道我們最少兩位黨友 已經準備了提問 希望在行政長官答問時間 透過質詢的環節 希望爭取政府改時施席 但由於剛才的場景發生了 我們不能問 這令香港社會以至整體市民 最終要負上代價 我們今次非常支持梁君彥議席的做法 他的做法亦是按照議事規則 有議員說他沒有事先警告 這並不是事實 在議員進入會議廳 一路叫囂的時候 主席已經提醒議員要保持縮靜 也不能在座位裡叫囂 所以有些議員他可能自己一路在掛叫 所以聽不到主席的警告 但是他最後被趕來會議廳的時候 他繼續堅持在這裡 不離開的話 其實這個是對議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影響 很多議員想問問題 他們都問不到 議會亦都無法進行 所以今天那個行政長官的答問時間 被迫是腰斬的話 我們都是覺得非常之可惜 而且責任完全是在反對派的議員身上 不 هنا 如果你公開 分別 我們要看